好 那我们看一下课本 我们19章 来看一下 很久没有看回课本 939页 939 19章这边 大概是先提了一下一些 过度金属他们的特性 这个我们刚刚看了 然后它的电子结构 还有它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 还有很漂亮的晶体 好 我们这样翻过来 那有一些它的物理性质 比如说 Ironization Energy 游力能啊 然后它的这个Reduct Potential 它的趋势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来是易购物 顺反易购物这边 在Cordination Compound这边 949然后950 951这边 它是在讨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过度金属 它们所形成的化合物的种类 但是这个都只是举例 大家看一下但是不用实际 19-3配位化合物 然后像这个表19-12 不同的过度金属 它会有不同的氧化态 然后形成Ligen 表19-13这边 常见的单牙肌 双牙肌 多牙肌 这个我们刚刚投影片上有带大家看过 好 然后命名的规则 这个刚刚有讲了 954页这边是命名的规则 Norman Culture这边 好 然后像立体19-1 给你氏子 然后你去把它的名字写出来 那当然我刚刚说 至少你们要看到名字 把它的氏子写出来 或者是给你名字 跟它的氏子 你要能够对得起来 好 然后19-4是 易购物 再讨论配位化合物的易购物 这个我们刚刚有讲了 再来959页这边 讨论的是光学易购物 还有它们的悬光性 OK 然后960页这边 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 在讲生物的时候 也有提到的 Anchomers Anchomers 有看到吗 Anchomers 那有分成右旋左旋 Dextro跟Level Level 跟D的这种易购物 再介绍一个字 再介绍一个字 Rhythmic 有没有看到 Rhyth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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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ture 那这种是指DL的混合物 DL的混合物 叫做Rhythmic mixture 然后19-3的立体 这些这个结构上的易购物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 我们刚刚有讲了 再来19-5 19-5讲到Metal跟Ligan的配位 这个也刚刚看了 在投影片上有讲 然后964页 它的配位数来自于这一个金属 中心金属原子 它是用哪一种混成轨率 去形成跟Ligan形成间接 有关系 那这个配位数也决定了它的形状 它的Molecular geometry 分子结构的形状 它是 要是Octahedral的呢 还是Zenium-3 tetrahedral 然后19-6就是结晶场率 965页这边 19-21 所以刚刚同学有在问 我再说一次 这个为什么会5个本来是 减并的orbital会Split开来 你就看关键就是在19 图19-21这边 这5个D orbital有不同的形状 那当它要跟Ligan形成间接的时候 你去看它的D orbital跟Ligan 如果是直接 它是对到它的Ligan的位置上的时候 表示它的电子次力是会比较高的 电子次力高 能量就会被提升的更往上 因为它就越不稳定 能量高的话 越稳定它能量是低的 所以19-22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 它能量相较于没有Ligan 没有场的时候 它都是往上提升的 因为它把它视作Ligan 视作一个场 所以才叫结晶场 一个场 所以在场当中 金属离子的能量都是提升的 只是说这5个不同的D orbital 它们提升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造成会有T2G或是有EG 针对Octahedral的时候 那不同的形状 比如说Tetrahedral或者是Planar的时候 它的这个开裂的程度 或是它的能量高低就也会不一样 那这个高低完全就是取决于它的orbital 跟Ligan之间的次力 怎么去空间上面怎么去排的 那电子电子之间的Repulsion 好然后再来966页这边 开始讨论到不同的Ligan有不同的强度嘛 所以你在填电强场弱场 有强场弱场 然后它的颜色是怎么显现出来的 967页这边 颜色讨论到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对应到968页这边 它的波场怎么决定 跟这两个能阶之间的能量差有关系 所以这个回归到我们最一开始讲到的量子 Quantum这边Δ1 Δ1等于Hc除以λ 然后再讲到这里 好然后再讲这边其他的 其他的geometry 像是Tetrahedral这种正四面体 它的排列情况 你看一下土19之28这边 左边是Aktahedral 右边是Tetrahedral 它的那个能阶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好 好 来再来 像是这个立体19之6 你电子怎么排 好电子怎么排 会不会排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 像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19之6的这个例子 Cobo 然后有四个氯 然后二负 所以Cobo它有几个电子 你先看一下它是几架好了 四个氯 所以每一个氯是负1嘛 所以它应该是负4 那所以Cobo应该是几架 才会让这个离子变成二负 正二嘛 正二 正二表示的是失去两个电子的意思 对吧 好 那你先看中性的Cobo的时候 它应该有几个电子在Diometer 康泰繁洛蒙 铁菇 铁菇 所以是七个 但是它的价电子呢 所以你先放七个上去 然后它这个有离子的时候 你去看它有得失几个电子 然后去把它最后的电子主态写出来 然后再去看它是属于HIGH SPIN 还是LOW SPIN OK 好 再来 19-7这边是MO 好 这边的MO 可以复习下我们那时候谈到的MO 简单的概念 然后这边看它不同的 涉及到的原子轨越多的时候 它当然MO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这边是举起个例子 好 然后19-8 这边是配位化合物 它其实在生物体系上面 有很多的重要的功能 这个我刚刚也有提到 各有各的不同功能 你可以参考一下19-18这边 那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是Myoglobin跟Pimoglobin的例子 看一下976跟977的这边 它这个画的比较简单 我来画一个那个 Myoglobin是肌红素 肌红素的结构跟血红蛋白很像 跟血红素很像 唯一的差别是肌红素只有一个单体 血红蛋白是有四个单体 好 那所以血红蛋白 它在携带氧气或者是释放氧气的时候 有协同作用 那肌红素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单体 它有没有协同作用 就没有协同作用 主要差别在那边 但是它们的结构上面 都是含有一个血基值 然后都是铁在当作活性的位点 所以977的这边是 那个血红素 它的铁上面在进行 攜带氧气跟释放氧气 那虽然是铁在作用 那个protein它的结构 也会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虽然它不是直接参与 攜带氧气或释放氧气 有听过那个镰刀型瓶血症吗 有吗 有吗 镰刀型瓶血症 它跟正常的血红素有什么不一样 嗯 形状不一样 为什么形状不一样 它在β上面 有一个第六个氨基酸的位点 它从一个本来是清水性的 变成输水性的 只是换了一个氨基酸而已 那它导致它的hydrophobic 它这种分子间的作用力不一样了 然后它就形成 它变成 Hemoglobin本来是一个四具体 那结果呢 它在β这边 它刚好那个是靠外面 不一样了 本来是输水性 本来是清水性变输水性 结果变成Hemoglobin自己 四单体四单体会这样 Aggregate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长条型 但是不是很硬的长 所以它都会有点弯弯 像弯月型的 所以终归还是分子间作用力的影响 好 所以这个是十九章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这个这边无机只能给大家起个头 引进门而已 它那个是大三的时候一个很重的 主要的学问 到时候认证学 这边还没有提到 有一个叫做Term Simple的东西 Term Simple 先预告有这个 就是它可以去Denote 比如说某一个 某一个原子 它是单重态 它是双重态 它的角动量是多少 都可以从Term Simple这边描述 诶 诶 这边嘛 这边可能不考MO 经常对 解经常这边 高 High Spin Low Spin 然后这个配位化合物 还有一些命名 易购物 等等 这样子 而已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17章要讲 第17章 那17章这边主要提到 容易 容易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性质 那这边有一些应该已经学过的 医术性质 有哪一些是医术性质 是的啊 蒸汽压的下降 好 如果是一个Nun volatile 就是你如果加入一个 呃 非发性比较低的 或是非揮发性的融质 到一个 揮发性的溶剂里面的话 会导致的一些现象 那这些现象 像是 蒸汽压的下降 还有呢 融费也 费点的上升 凝固点的下降 还有 还有什么 嗯 渗透 渗透也是一个渗透压 它也是属于一个医术性质 那医术性质是什么意思 蛤 对 指跟数目有关 跟它的种类 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 这些 那这个的话 我们明天的时候 再来帮大家再 复习一下 好 聊一聊 这个有一些容易的部分 相关的 的information